各位好,我们来看类体2 那这是2-3的类体2 A和B两个星球的半径比是2比1 密度比是1比3 则两者表面的重力加速度的比是多少 那我们先讲结论 结论呢,我们可以写这样 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呢 就会正比于 正比于星球的密度 珠或是大低 去乘上星球半径 那么 今天它的锁球呢 就是 A星球的表面重力加速度 比上B星球的表面重力加速度 那就是 珠A乘上RA A星球的密度乘A星球的半径 去比上B星球的密度乘上B星球的半径 那由提议呢 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密度 比上B星球的密度是1比3 那这样子来带进去 带进去这个 我们要求的B 好,那这样我们就会得到 2比3 所以答案是2比3 可是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为什么可以用这个 这个关系式呢 我们要来证明它一下 好,那首先我们会用到的背景知识 是 有两个 第一个 造成 呃 重力造成的加速度 就称为重力加速度 重力造成的加速度 它就是重力加速度 它就是重力加速度 这是来自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因为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说 力会造成加速度 力造成加速度 力造成加速度 没有 力就不会有加速度 没有力就不会有加速度 没有力就不会有加速度 那如果现在有重力加速度 那 因为一个物体 在地表附近往地球掉下去 它受的力就是重力造成了这个加速度 所以我们会写 重力把它写成 质量乘上 重力加速度 这个W 就是重力 然后呢 我们又有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牛顿 他发现说 重力其实就是万有引力 或者说 重力就来自万有引力 那么 也就是说呢 ng 重力其实就是万有引力 大g 大g大m小m 除以r平方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 把重力加速度g 表达为大g大m 除以r平方 好 这是背景知识 然后再来呢 是 质量可以写成密度 成体积 质量 质量可以写成密度 成体积 不是乘以r 是乘以v 可是呢 体积又会 正比于 r的三次方 体积正比于半径的三次方 像是我们如果以 如果以立方体为例 这样的一个立方体 如果让它变长变两倍 那体积会变几倍 这样的一个立方体 如果让它变长变两倍 那体积会变几倍 会变八倍 所以 体积会正比于边长三次方 这不仅是适用于正方体 它也适用于球体 所以我们的质量呢 就可以正比于 密度 乘上半径的三次方 好 那最后呢 我们的重力加速度g呢 就可以正比于 质量 去比上 半径的三次方 质量去除上 半径平方 可是呢 质量 又可以写成 密度 成 体积 然后 又可以写成 又可以写成 质量跟密度 乘上 体积的三次方 乘比例 这里是乘正比 乘正比 质量 正比于密度 乘上体积 三次方 好 那最后呢 重力加速度 就会正比于 质量乘上 半径三次方 再去除上 半径平方 所以最后我们才会得到 一开始的结果 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会正比于 半径乘上密度 这样子 OK 谢谢 谢谢